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北京卫视为您播出的 养生堂节目 我是陈赛 看哈 我觉得最近叔叔阿姨 应该都有感触 怎么回事呢 这个天是真的有点冷 对 大家出门的时候 这不自觉的就穿得比较多了 咱们来一起看一张图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看强寒潮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城市都经历了最低温度 北京也出现了 对吧 我们看看本次寒潮 北京的最低温度 已经是零下14摄氏度了 是的 这个温度比我们印象深刻的 1983年到1984年的那一次 强寒潮的最低温度 还要低一些 所以你说这个时候 什么比较重要 棉衣棉裤配棉帽 外面多冷都不知道 这就是你穿得暖 我外面再冷也不害怕 你说的没错 但是亡寒保暖的背后 是不是它还有 很重要的意义存在 当然了 最重要就是什么怕感冒 为啥呀 你看看首先这个感冒 发烧 人人都害怕 他因为生病了 第二呢 现在这个新冠肺炎 还是这个零星散发状 万一自己得上了 就紧张啊 对吧 就平时冬天的时候 这什么感冒流感呀 就挺难应对的 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 是 然后今年你看还有新冠疫情 参与其中 我不知道 大家一怕混淆 二怕交叉感染 对呀 那这么说 勇志你是不是认为 这寒就是头号敌人 就是因为这寒才导致我们 这个发烧啊 感冒啊 咳嗽啊 难受啊 这整整的罪状都怪这寒 浅薄 我就说你浅薄 怎么了哟 这寒呢 它确实是一个最大的敌人 但是今天要做客 我们养人堂的权威专家 就跟我说了 说这寒之所以坏啊 是因为它有好几个 特别隐秘的帮凶 寒还有帮凶 对 正是因为它有了这几个 非常隐秘的帮凶 所以呢 它能祸害的人更多 而且每一个患病的人 他的病可能都不好治愈 那咱赶紧把这帮凶给揪出来呀 咱们把帮凶揪出来 这寒不就势单力薄了吗 那就马上请出 我们今天做客养生堂的专家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来自我们北京中医医院 呼吸科的主任 王玉光教授 掌声欢迎 欢迎王老师 有请 2021年初 全国多地持续低温预警 很多人都意识到了 防寒的重要性 然而寒邪背后的几个帮凶 却常常被忽视 他们和寒邪狼狈为奸 使疾病更复杂 更严重 这些帮凶都是谁 他们又是如何影响人体健康的呢 答案马上揭晓 说到我们冬季的一些主要致病因 和它的帮凶的话 我觉得王老师是特别有发言权的 如果说这个寒是冬季 最主要的致病因的话 这么说对吗 这个寒邪的确是我们冬季的主要的邪气 比如这个气温 大家看一看 从54年到我们今年 气温骤然下降的这个几个年份 都伴有了重大疫情的发射 所以说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温度下降 人们容易发烧感冒那么简单的问题 它跟疫情也是息息相关的 但是这个寒邪它往往有很多帮凶 正是有这么多帮凶 它才使得我们这个冬天这个疾病 尤其是我们这个感冒一类的疾病 变得更复杂 变得更严重 你比如说今年就刚刚发生的一个病例 就是气温骤降 然后从原来的零上几度 最高气温降到了零下一度 然后最低气温降到了刚刚讲零下十四度 到晚上甚至到零下十五度 那么这个老人原来有这个糖尿病 有这个冠心病 但是就因为有这个底子 而且明显受凉了 而且浑身翻了 那么就用什么药呢 用去寒的药吧 就连着吃了三次次 结果这汗呢倒是出来了 身上也不冷了 但是体温飙升 很快就升到了39度 而且咳 喘都上来了 就是我们讲的那些帮胸 就都出来了 咳喘明显加重 然后照个片子 严重的肺部感染 这个病例就是因为患者本身 他可能对于这个寒的认识不足 对 他给自己的这种调理的方式不佳 没有治好小感冒小风寒 反而加重了病情 严重到了肺炎的程度 多人都认为我这个感冒了 我就是冷了嘛 对 我冷的话我就吃点这个发热的 让自己暖和起来 我是不是就好了 对 很多人都这么认为 但没想到这个帮凶恰恰害了他 我觉得这说明了什么呀 说明了冬季防寒保暖 人人都知道 但其实在人人都知道的 防寒保暖的背后 可能步步有误区 处处有陷阱 到底这个寒的几个帮凶是什么 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他的帮凶呢 看在我们的舞台一侧 其实这三个帮凶都已经站好了 而且他们有三个描述词 分别是四季有 想不到 北方多 这背后的提示是什么 咱们先来看第一个 叫四季有 有一个寒的帮凶是四季都有的 都有的 风寒鼠尸造火 是我们自然界正常的六气 但是六气稍微过了一点 我们叫六吟 就是变成邪气了 那么这个寒邪 它往往都伴有这个六吟之手 六吟之手 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个四季有的 就是这个四季有的 对 那这个四季有的寒邪的帮凶 跟我们今天所关注的 比方说感冒的问题 流感的问题 它的这个关系是什么 非常密切 我们其他四季的六吟 比如说寒 比如说热 比如说鼠 比如说湿 比如说灶 都要附着一塌 说到这块了 勇志 你敢不敢去看一看 对吧 大伙一头雾水 都不知道是什么 四季都有 但就是爱和寒 和我们害怕的疾病捆绑在一起 这第一个帮凶是什么呢 他就是 风风 实际上我们中医把这个感冒 在很多年之前 我们原本把这个老百姓 把感冒叫什么 伤风 叫伤风了 对 那么后来我们叫感冒 什么叫感冒呢 就是感触 冒犯了 邪气了 后来才叫它感冒 我们风叫百病之长 就是任何的邪气 尤其是外感的邪气 风寒 鼠之造火 都是辅助于它来的 我们有一句话 风者百病之长也 知其变化 乃生他病也 就是风往往作为猪病的先导 比如风寒 那么就是冬天最常见 对 那么风热呢 春天最常见 对 那么熟加风呢 就是夏天常见 对 那么灶加风呢 就是秋天更常见一些 它就是那个山风点火的那风 哎哟 想到这个帮凶啊 这么熟悉 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既然说了 说这个风啊 跟寒绑在一起 这病就有可能就加重了 它就复杂了 它就不好治了 本来我有小感冒 可能我就变成有肺部感染了 但是呢中医里面还有一句话 说的是 行寒饮冷则伤肺 对 那到底是这个寒对肺的伤害大 还是风对呼吸系统的伤害更大呢 的确啊 是寒和冷啊 对肺的伤害比较大的 实际上我们再看一看啊 风是怎么形成的 大家听中央台的新闻联播的 天气一报的时候 我们怎么听呢 大风 风降温 对 大家看看风是怎么形成的呢 这个风的形成叫空气的流动 形成风 那么什么空气的流动形成风呢 主要是冷空气和热空气的对流 才产生了风 往往我们遇到的是什么 是大风降温 是的 还有一个呢 我们人体是恒温队伍 对 实际上我们散热 包括我们保持我们这个温度 有几种方式 比如说对流 比如蒸发 比如辐射 那么风 在对流的过程中 它带走的热量 和使我们体温这种下降 是更严重的 所以从这个道理来讲 寒负着一风 也容易理解 俩人 俩坏蛋 还容易捆绑在一起 对 这就显得更加的可恶了 就是一对讨厌鬼 四季都有的风 我们已经认识它了 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 说还有一个寒的帮凶 叫做想不到 庸之 考验你智慧的时刻到了 你说寒呢 除了风之外 还有一帮凶叫想不到 什么是想不到呢 这就是热吧 风为仙岛 然后往往在冬天 最容易夹的 或为主的是寒 是冷 但是还有两个帮凶 使病情变得更复杂 更严重 而且这两个帮凶 往往会导致 人体的免疫力 人体的正气 是下降的 所以你看那个想不到的 那个北方多的 寒贴的两个帮凶 它们最坏的地方 就是损害我们人体的 正气和免疫力 而一旦我们的正气不足 免疫力下降 那所有我们害怕的这些疾病 可能都会随之而来了 对 所以到底那个想不到的帮凶是什么 勇志去帮我们揭晓一下吧 好嘞 想不到背后隐藏的是什么呢 它就是 热 天那么冷 热从何处来呀 其实这个热呀 跟我们现代人的这种生活环境 包括我们这个文明的程度 有一定的关系 你比如说我们在这里 我们室内的气温是多少 这我觉得至少得25度以上了 那室外呢 室外今天肯定下了 那么在这种极寒的环境气候下 我们里边是不是有热 所以您的意思 我们应该搬到外头去出去 老虎的意思 好漂亮 这样就都一块寒了嘛 对 所以一个是我们的室内 比方说有暖气 有一些供暖设备 采暖设备的参与 对了 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一眼冷了 人体怎么对抗它 得多吃东西嘛 而且要吃什么样的东西的 热量高的 对呀 那比如我们北京讲 立冬了吃什么 扇肉 冬至了吃什么 饺子 这种高能量的 这种高热量的 它在我们人体产生的是什么 热是肉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从室内外的温差来讲 那么看看我们今天 在这个环境跟室外的温差 会产生多少度呢 至少我觉得得25度以上了 我们中医有一个名称 叫里热生外寒 里边越热 你出去对寒冷的感觉就越 重或越厉害 而且这种热会导致我们 寒血侵袭人体后的病激 包括它的表现更为复杂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如果我有内热 我反而更容易外感风寒 对 越有内热 越容易招致外寒 就是两个敌人里应外合了 对 冬季往往这个寒流到来 那么它的早晚的温差 还特别大 对 这种温差也形成了一个什么 人体的对它的不耐受 其实人体也不怕特别热 也不怕特别冷 为什么 它有个调节功能 你得给我适应的时间 但是关键就是什么 忽冷忽热 对 这种折腾是人体最受不了的折腾 当我们看到天气预报 有波风有波谷 忽上忽下 开始抽风的时刻 其实也就意味着 我们容易有内热和外感风寒 对 交替 对 危害我们的时候 而且就会导致什么 复杂 导致我们变不清 哪些是寒 哪些是热 对 或者是寒和热在一起 那我们老百姓的鉴别起来 就更难了 没关系 在我们节目的后面 王老师都会一一教大家 来变清楚哪些是寒 哪些是热 大家别着急 我们认清了第二个帮凶了 叫想不到 是热 别看想不到 危害还挺大 可不吗 还普遍存在 我们再往下看 还有一个帮凶 叫做北方多 这帮凶是什么呀 你看今天我们来现场的 这些叔叔阿姨 都是我们北京当地的一些 我们养生堂的热心的观众 是 所以要说到北方多 也许您身上就有寒 和寒的这个帮凶 已经在作祟了 它到底是啥 有什么样的特征 这样吧 永珠 我给你个好机会 好 向王老师拜师学艺 可以 可以啊 王老师给你一点 这个我们叫什么呢 这个帮凶的要义 在座的很多也带着这个帮凶在这里呢 所以我给你个锦囊 你去找找吧 好好好 高人给锦囊必定有妙处 所以我拿这个锦囊去找一找 到底帮凶在哪儿 好好找 我看他帮凶跟哪儿呢 阿姨别害怕 来 我观察一下 阿姨这样把手给我 我看看 看您这个 您这个发财文不错 不 看手相的我这 来 看您这个 来 来 看看阿姨您这个手相 您这手 这是发财的手 好手 来 我看您这手 您这皮肤保养得真好 我看看第二排的阿姨怎么样 来 阿姨 我看您这手 阿姨 我可不是吓唬您 您可能还真符合我要找的标准 这样吧 您跟我走一趟 可能您身上就有帮凶 别害怕 别害怕 没事 这帮凶给揪出来 咱们就好好对付 走 找着中招的阿姨了 找着了 你现在找到的是说 阿姨可能就中了 我们说的第三招 北方多见的 是的 寒的帮凶 她到底是什么 阿姨肯定这会儿心理打鼓了 是吧 得害怕了 对 咱别难为阿姨了 咱先为大家揭晓一下 这个北方多的寒的帮凶是啥 好 咱们一会儿看一看 咱们看看 来 看看北方多的帮凶 她是 寒邪的第三个帮凶究竟是谁 预防呼吸系统疾病 哪些方法不可不知 不要走开 广告回来 答案马上揭晓 好 来 看看北方多的帮凶的是 灶 灶 说到这个灶的话 咱是不是先看看 刚才王老师给你的那指示是啥 我就是通过这锦囊 才发现这阿姨蛛丝马迹 来看看这个锦囊写的是什么呢 就是 皮肤干裂 那我们看看阿姨的手 勇志跟你的对比对比 那确实是 勇志那手可能因为油吃得多 确实是嫩过了 什么叫油吃得多 阿姨这个确实是 我觉得有可能是灶的问题 摸上去确实挺干燥的 我先问问阿姨吧 这入冬以来觉得家里灶吗 没觉得干燥 爱喝水吗 爱喝水 那不干燥那老喝水 那我嘴干呢 不是不干燥吗 这会儿是家里都不觉得干燥 就是嗓子干燥 可能啊 很多人都忽略这个问题 是的 就觉得比如说口干舌燥 这因为冬天嘛 这是常见现象 是的 所以多喝点水啊 多喝点水 对身体还有好处呢 对不对 可是我们家人 他们都没有我喝水喝得多 他们都不觉得 我老觉得我就是嗓子干 实际上啊 我们是在通过它皮肤的干燥 和通过它反应的口干舌燥 再找它的另一个帮凶 存在不存在燥 大部分的北方地区 我们都存在一个干燥 多风少一雪 对 比如今年好像就有一场冬雪了 还不大 还不大 到现在为止 我们很快就进入29或者39 对 这个时候一个典型的气候特点 就是干燥多风少雨雪 这只是一个外环境 每天早晨起来 我们最难受的症状就是口干舌燥 是的 实际上这跟我们暖气 包括加热 各种情况导致的一个室内的 人为的导致一种燥 对 还有一种燥 就是什么呢 老年人 往往到了五六十岁以后 人年四十而阴气自半 像您这样的 外边有灶 室内有灶 你体内还有内灶 那么这种情况 就会极容易附着一寒 附着一风 导致我们感冒多发 我们中医还有一句道理 叫肺洗润而物脏 她对一种造血 也是很难耐受的 阿姨 您过去意识到 自己体内有灶的问题了吗 没意识到 我就觉得我自己渴就喝水了 那现在意识到了 是不是想听说应该咋办 那就得找大夫去看看病吧 也不一定 可能听到节目的后半程 您就找着方法了 咱们好好地听一下好不好 感谢阿姨的参与 送上我们的精美奖品一份 阿姨 卤花为您送健康了 卤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高抗氧化 青春派健康油 祝您越吃越年轻 阿姨 我们祝您越吃越年轻 咱们先去休息一下 好的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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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阿姨 我觉得阿姨可能就是 我们千万观众当中的 一个典型代表 体内有灶 但是没有重视这问题 觉得问题不大 不就是皮肤干点吗 不就是多喝点水吗 但是有可能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这个灶对于我们病情而言 也是会产生很坏的影响 对 冬季 老年人这种咳传 它最难受的就是一种痰的问题 这个痰什么问题呢 就是难咳出来 又黏 又咳 又咸 然后又干 咳半天咳不出来 尤其是早晨 我们这个老曼芝的病人 我们的COPD的病人 包括我们很多兼致病的病人 就有这慢性的咳喘病人 这种灶对它的烦扰是非常厉害的 而且这种灶用我们普通的化痰药是非常难化的 您刚才说到那个早上起来咳嗽 我觉得特别有感触 家里有那个老人 你就发现他但凡是起床了 全家都知道了 对 从那个厕所里面那咳嗽的时候 咳半天 咳半天 就等那口痰出来 然后就出不来 等那口痰就出不来 就出不来 这就是什么 灶 对 就是肺息润而不灶 他喜欢这种润的这种环境 而且这种时间越长 他的病程越长 这种治疗就越困难 灶其实是一个很顽固 很隐匿的寒的帮凶 到底体内有灶的时候 会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所以大家看一看 灶有大症状 我们中医也有一句话 叫灶胜则肝 大家看有多少肝 口唇肝 皮肤肝 菌裂 口肝 然后肝壳 然后大便肝 然后小便的短黄 你有没有觉得 自己身边中招的人特多 我身边都是北方人哪 北方人都这样啊 好像这个一到这秋冬季节 就马上这个症状就特别明显 不满大伙说 我有时候就感觉自己有点糟 小便发黄 你不仅有这些 你主要还有内心的躁动多了 好像毕竟是青春期嘛 那么大家明白了 现在知道了寒血 对 也知道了寒血的帮凶 是的 有这种热 有这种糟 那么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看一看我们周围的人群 哪些人容易在冬天中招呢 一个老人 一个小孩 为什么儿童和老人容易中招呢 从我们的现代医学 对人体的解剖学 看一看就更明白了 大家看一看啊 这是人体的鼻腔 最大的功能除了过滤和清洁以外 还有什么呢 加温和加湿 但是儿童 它那个鼻腔就特别短 然后呢 它整个的鼻道呢 又特别的窄 那么它这个鼻毛还少 防御力不足 不足 而且我们的小孩一到冬天 就怎么着 鼻子囊囊的 老有鼻涕 老有鼻涕 老堵 老塞 实际上这是由于他儿童时间的 他的发育 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老年人正好相反了 鼻腔怎么着 太宽了 他的整个这个皮肤黏膜 太薄了 这个一个生理的变化 那种衰老的变化 也导致了鼻腔的功能 怎么着 下降 下降了 所以这也是一老一小 容易患上呼吸的感染 最主要的原理 整体说来 就是一个没长大 一个开始衰老 免疫力都在下降 对 所以说到润燥 然后提升我们免疫力的 这个话题的话 王老师 我们中医是不是也有自己的 这种方法 有 这种情况下 就我们北方的特点 刚才讲过了 怎么着 灶 热和灶 对 饮食怎么着 还爱吃一些高热量 高热量的 容易加食 对 容易加质 容易加热 同时还有内灶 这个时候我们中医的治疗 就需要什么 清热 然后呢 润灶 还有什么 散汗 今天王老师也特使 会 特使一赞 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 行之有效的茶饮方 对于大家润灶来说 然后对于大家想要提升 自身的抵抗力 免疫力来说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到底是什么 咱俩先去看看吧 好 这个 我们看到了 我们已经把这个王老师 带来的茶饮方 大家备好了 现场 有没有哪位叔叔阿姨 说我就是觉得 我自己这造型特严重 我皮肤又干 我又爱口渴 然后家里那加质器 也没顾上开 有没有想来上来 替大家尝一尝的 粉色毛衣的阿姨 您拿着话筒上阿姨 阿姨 阿姨 您是觉得自己有造的问题是吗 老特别急造 完了那个上火火特别大 这眼睛都是那个 那个痒的耳朵也痒 对 然后就是冒火 冒火 对 我也特别干 您说的哈 起急冒火 然后烦 对 然后眼睛的障 然后口干口苦 对 这个全是什么 内热和内躁 热和内躁 但是这种情况下 还怎么着 特别怕冷 对 还怎么着呢 特别容易感冒 对 一出门就感冒 是这样吧 对 你看就是这样的通病 因为里面那个间隙已经有了 热和灶都等着呢 对 外面这风寒 这敌人一来 马上那忽然硬 马上中招 马上中招 现在就差一个结极号了 就差这杯茶饮了 来来来 您喝喝 尝尝这个味道 有枸杞 没有没有 这个有鸡花 枸杞啊 助内热 你看我们这个方子的处理 就特别好 到底里面有什么 我们稍后揭晓 感谢阿姨的参与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王老师帮我们解读一下吧 其实这个方子啊 是针对北京地区的冬季的 整个的外含内热和内造的特点 我们这个专家团体 尤其是我们北京中华大学 吴小洪书记 为主体设计的冬季的养肺房 改变我们的那环境 来改善我们人体的 这种适应环境的能力 辅助正气 同时还有气血的作用 明白 大家看这个方子里边呢 沙参和原参是润造的 炉根也有润造的作用 那么这个银花和原参是清热的 那么这里边的生姜 陈皮和仓竹是散寒的 那么结梗是宣肺的 非常适合于我们北京地区的 这些易感人群的 这种感冒的预防和治疗 尤其适合于老人和孩子的 自身特点 明白了 不光说你有可能 有这种热造的轻微的感冒 你可以喝调理一下 最主要的是我想预防 我这会儿没什么大问题 然后我觉得家里有点干燥 我想防防感冒 用它来润造 然后防寒 防感冒都没问题 对 有什么禁忌吗 禁忌没有 这个方子很平和 明白 对 这就太好了 我觉得这会儿坐在家里 把方子抄一下 马上这水煮起来 咱全家喝上 润润灶 防防感冒 效果真的特好 刚才说到了感冒 我有一些感触 咱们回到中间聊吧 好 我今年有一点感触 我不知道你感觉到了没有 好像比方说 我爸以前特爱感冒 一冬天感冒好多回 但是今年好像就好些了 好像今年整体感冒的人群 没有那么多 王老师 作为我们这种临床的大夫的话 是不是感受会更深一些 你看我们干嘛呢 戴口罩了 戴口罩了 对吧 我们呢 保持距离了 我们在干嘛呢 我们在防疫 防新冠的 对 我们新冠防得也不错 但是我们防得最成功的是什么 流感 今天的流感 在我们最近几年来 它的流行和活动度是最低的 这是跟我们的相关的防疫措施的实行 是分不开的 勤洗手 道口罩 社交距离 没错 因为有了这三点 今年进入秋冬以来 我们的这个流感肆虐的现象 就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但是说到感冒 说到流感 说到新冠 其实它们的症状上 会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有的时候 大家不是特别清楚的时候 容易混淆 但是如果我是感冒 我是流感 或者是我真的不幸是新冠的话 我们的防治和治疗的措施 它是不一样的 到底应该如何简单地区分呢 接下来咱们通过道具 让王老师为我们详解一下 实际上我们每年这个流感 它的损害是非常大的 所以在目前 虽然我们流感是一种 活动度比较低的情况下 但是我们是绝不能松懈的 所以变轻自己是什么病 依然非常非常的重要 太重要了 王老师 咱们帮大家变一变吧 这感冒流感和新冠 我们这个感冒四季都有 对 春夏秋冬 那么流感对于北方地区 是什么时候呢 主要是冬春季 尤其是在元旦的时候 往往是最高峰 就是流感活动的高峰 就在元旦前后 大概每年的三月份左右呢 流感基本在北方 就差不多地消亡或者灭迹了 季节性比较强 是的 而且怎么着 传染性也比较强 对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 因为我们2020年 是我们永远难忘的一年 是的 那么这个新冠来讲 现在它既没有季节性 又没有地域性 是的 我们怎么辨别这三种 大家看一看 感冒什么多呢 鼻涕多 非常多 鼻塞 流涕 打喷嚏 这是它最常见的 是的 一般一般感冒就是肺脂 对 那么它的发烧呢 尤其是高体温 超过38度 不多吧 左右的 很少 另外还有一个呢 它的浑身疼痛 全身中毒症状 疼啊 头疼啊 乏力也很少 但是流感就存在什么呢 它相对于感冒来讲 鼻涕少 对 鼻塞 流鼻涕少 但是什么呢 高烧 这个比较重 然后呢 浑身疼痛啊 也比较重 周身疼痛啊 头疼啊 肌肉疼痛啊 然后乏力倦带啊 这也很重 这个新冠 大家看不一样了 它鼻塞流涕的也少 对 随着我们国家的 这种筛查的力度的增加 对 我们核酸检测的 这种早发现 早诊断 是的 然后呢早治疗 急早的话 对 也非常少 是 甚至我们发现 它的发烧比例 跟流感是没法比的 很少 太少太少了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怎么着呢 全身中毒症状也很少 所以我们现在 越来越认识到 新冠的复杂性 是的 它比流感病毒来讲 要复杂 要难办得多了 我们看看 它是三少症状 这上哪儿抓它去啊 可不啊 这没关系 这别着急 一会儿王老师 也会给我们详解一下 有关于新冠的问题 在此之前 先说说前面吧 因为比方说 我一旦有了新冠的 一些典型症状 这不用说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立马向所在的社区 最近的医院进行报告 进行相关的检测 不要延误自己的病情 这点非常非常重要 赶紧就医 但如果说 我就是简单的感冒 或者是流感的话 尤其是感冒 这很多叔叔阿姨 她都是在家里自我调脸 对 是吧 养生爱好者 你看我们家就是这样 你们家都咋调的 我们家调就是 打我姥姥传给我妈呢 就是喝这个红糖水 我妈传给我呢 就是喝姜丝可乐 怎么变了 变异了 都差不多嘛 反正就是甜丝丝的 有点姜 然后反正就有点好处 但是好像这个喝完以后 它的指管发热 它不能解决感冒这个问题 彭糖姜丝 这应该是很多叔叔阿姨 治疗感冒 再加自我调理的方法 这方法对吗 实际上我们刚才 就跟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老百姓大多以为 感冒就是什么 就是风寒 受凉了 对 那么我们把凉把寒去除掉 就行了 对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你受凉了 人体的表现不一定是寒 那么你体温比如39度了 并不代表着你身上什么 真正有热 您这么一说 我就想起来刚才上台的那位阿姨 她说的就是 她说我就是特别热 对吧 她又眼睛又干了 然后又口渴了 有好多上火的症状 但是同时她特别怕冷 对啊 所以她体内肯定是热 不是寒 对 然后再说到下面 发烧就是体内有热吗 很多是受凉了 对吧 体温表到40度了 我们中医 要看这个病人的中医 讲正后 讲真相 你不一定是热 所以我们就想知道了 那这个寒和热 它怎么变呀 最主要的 如果从感冒和流感来讲 我们通过颜色 颜色 颜色 我现在满脑子里面是不同的颜色 柿橙黄绿青蓝紫 你是看见彩虹了 到底我们中医是如何通过颜色 来变寒热的呢 煮拿三种颜色 可以轻松分辨寒与热 风寒与风热 常见感冒要如何做选择 所以我们中医到底是如何通过颜色 来变寒热的呢 那么寒相是什么 大家看一看 白 白颜色 寒是白的 流青鼻涕 面色是青白色 寒是白的 另外呢 舌是白的 舌苔 舌脂是淡的 看那个人在全素的那儿动得哆嗦 然后呢 没有汗 这就是寒 那么什么是热呢 红和黄 您这好理解 看着就热头 我们讲的热叫火相 对 那么什么代表火呢 当然是红吧 对 红是什么 面红木赤 你看那个 你的眼睛现在有点红 是 我是上着火了心里 上火了 这叫火 那么咽喉部 红的 疼的 肿痛 然后呢 人特别烦 对 然后口特别渴 小便呢 是黄的 大便呢 是干的 舌是红的 胎呢 是薄黄胎 另外还非常重要的鼻涕 是黄鼻涕 大黄鼻涕 所以一个红 还有一个什么 黄 对 那么 什么颜色是冷颜色呢 白 白 和轻 对 我就很简单嘛 但是刚才我们讲过了这个冬天的北京地区的寒有几个帮胸 对 其中最主要的帮胸就是弱 弱 那么这两个夹杂在一起啊 就真的是令这个我们这个北京的这个感冒就难治了 晕了 什么呢 外寒内热 大家看既有怕冷又有霉汗 对 另外呢这个身上还酸疼 另外还有什么 嗓子疼 还口渴 还尿黄 还便秘 实际上就有寒又有热 是的 而且这个关键有个什么问题呢 它含和热的比例啊又不一样 含热挫杂 含热挫杂 你比如现在你可以你寒占我三分热占七分 对 我呢就可能什么热占九分寒占一分 这就是区别 咱俩情况就不一样了 就不一样 都是寒热挫杂 都是寒热挫杂 这就是复杂性 但是比方说就是现在因为我们疫情防控的关系 如果是简单的感冒的话 我们不建议大家说疯狂的咱们都永去三甲医院去就诊 是 然后在市面上其实是有很多非常好的忠诚药的 那针对于我们的寒症的感冒 热症的感冒 然后寒热挫杂的这种感冒的话 这些忠诚药怎么去选择呢 在我们北方地区啊 这种风热和外寒内热的感冒啊 更多一些 对 所以我们忠诚药里面啊 一般治疗风热的和外寒内热的药物居多 比如所有的我们讲银窍类的 桑菊类的 你听听什么桑菊感冒片 是 银窍解毒丸 双黄莲 清热 什么蓝芹 蓝芹就是板蓝根黄芹 对 这些药物一般是针对风热为主题的 是的 带有解毒类的 比如舒风解毒 比如抗病毒口腐液 什么清热解毒等等等等 一般是治疗热毒的 但是某些药呢 比如我们讲的金花青桿 比如莲花清温 它就照顾到了北京地区的外寒和内肉 但是这个风寒的这个药物呢 单纯风寒的 我们刚才讲过了帮凶很多 对 单纯风寒的就是药就比较少 比如我们常用的感冒清热冲剂是一个 另外还有一些什么酒味强活丸 比如还有同学理肺 这都是治疗寒症的 明白 这相应的呢就少一些 所以大家需要在选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要明白什么是寒 对 什么是热 是 什么是寒暴火 是 这样你选择药的就是什么 有地方湿 至少呢方向不会错 明白了 刚才我们说的是针对我们的寒症感冒 然后我们的风热感冒 然后寒热挫杂的感冒 如何选择中程药的问题 那如果是流感的话 我们的这些中程药 它也是可以行之有效的吗 其实中医治疗 感冒 流感 包括新冠 理论 除非到重症 到损伤到我们重要脏器了 都在这个理论指导下的 说完了感冒 说完了流感 最后大家最关注的 就是有关于新冠的问题了 是的 我知道王老师 他给这个新冠起了一名字 这不本身就有名字吗 不 他又起了一个 叫沉默的坏孩子 其实让我们北京话更好说 尼儿坏 尼儿坏 怎么理解 尼儿 刚才我们那几个小板 咱们看到了吧 发热的 不多 少 鼻塞流涕的 少 不多 疼的 疼的 也少 怎么讲 尼儿 静悄悄 静悄悄 但是这个传播性可强 它的传染性远比流感要强 对 而且它在潜伏期 就是不发病的这些人 也有传播性 而且它这个无症状期和潜伏期 要远比流感长 而且它这种目前病毒变异之后 它的传染性比原来还要强 尼儿吧 尼儿 坏吧 坏 还有个什么问题呢 它这个坏还带一种毒的性质 什么性质呢 某些病人 它的发展特别快 很快就转为重症和微重症 而且这些专打什么样的呢 老的 免疫力低的 老人是最厉害的 越是老人有基础病的 就越容易 加重 对 越容易急转直下 是的 所以这个病我们叫尼儿坏 是这样的一个特点 是 那您说针对这个尼儿坏的 沉默的坏孩子 现在大家都非常关心的 新冠的问题的话 刚才我们所讲的中医 失智和预防 感冒和流感的方法 对于新冠 也是同样适用的吗 适用 但这个适用 我们要抓这种新冠本身的特点 那么我们讲叫什么 我们中医的预防疾病的几个原则 第一叫避其毒气 新冠它有什么独特的特点 传播的途径多 传播性强 而且传染性强 对 这里边大家一定要接触 目前讲我们中医的传统 讲疫病叫处之即发 对 就接触它几发 是的 而不是什么 单纯的这种口鼻途径 是的 比如现在我们的冷链 比如现在我们进口的 某些这种产品 甚至某些电机产品上 都附有这种病毒 对 为什么 寒冷的 这种季节下 它就什么 容易滋长 容易生长 所以在座的 你看我们看看 用手摸鼻子的 摸脸的有多少人 就时不常老拽着那口罩 不注意的就经常会摸一下 你看 第三盘的阿姨开始了 一说马上就开始了 实际上我们不自主地 对 用手来触及我们的眼睛 触及我们的鼻孔 触及我们粘膜 我们国外做过统计 一天达一千多次 实际上我们在外卫的接触之后 我们也是通过什么 皮肤粘膜 传到哪里去的 传到身体内的 传到体内的 所以叫B7毒气 这是第一位的 那么第二位的 叫食欲有节 我们讲过了 北方第七的我们什么 饮食 爱吃啊 爱吃啊 对 起居有常 劳意识度 对 也要劳 也要安逸 但要有度 最后一句话叫精神内守 我们讲精神内守 病安从来 这种精神 对我们的整个的免疫力 也是非常重要的 看到这十六字 我第一的感觉是 避其毒气 做好防护呗 然后咱们的食欲有节 我吃的规律 吃的营养 但是别吃太过 然后后面的起居有常 生活规律 别太累也别太咸 但是要说到最后 精神内守 隔不住大冬天的体内 又有热又有燥 是吧 所以在家里面 这个精神内守 还是很难做到的 对 这个我们中医 有有效的方法吗 在流感期间 包括在我们这个感冒期间 原来我们一直在思考 如何在提高人体的正气 那么呢 辅助人体的 这种调节人体的精神 我们一直在想一个方子 所以我的导师 周平安教授 那已经逝去了 他呢 在临终前那一段时间 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他曾经留下了一个方子 这个方子呢 有四倍要做的 今天我们也做成了一杯 代茶饮 是吧 对 那我觉得特别好 现场的叔叔阿姨有福利了 谁觉得自己这个精神内守 对我来说有难度 我们现在有一杯代茶饮 可以帮助到您 谁想上来帮大家尝一下 来 也请这位阿姨 阿姨 您说说 您这平时的问题是什么呀 这精神内守就做不了了 总爱发脾气 控制不住 一沾火就着 有的时候自己也生气 也生气 对 没关系 咱们不是有那个周平安周老 然后传给我们王主任的 代茶饮吗 永志 好 你拿来给阿姨尝尝 我给她请上来 阿姨 您尝尝 帮我们尝着里面有啥 慢慢喝 阿姨 您喝到的是 我喝的有点甜味 有点甜味 您猜是什么发甜 甘草吗 到底阿姨的这个答案 对不对呢 感谢您的参与 咱们先见专家老师 怎么说呢 谢谢 大家看这里面有四味药 四味药组成的小方子 可以预防呼吸系统传染病 养生厨房 教您健康美食巧搭配 大家看这里面有四味药 生黄鳍 刺五家 大青叶和生甘草 其实周平安老师 他一直在思考怎么出一个能够普适于我们这个上呼吸道的病毒感染的一个预防方 而且我看到测评上给出的这个照片 戴眼镜的应该是年轻的王雨光老师 然后躺在病床上的应该是我们周平安周老 当时是怎么一个情况获得的这个方子 他一直在跟我讲 说我一直在思考流感作为一个千面病毒 它总是在变异的 对 然后呢我们新冠病毒现在也在变异 面临这个变异的病毒 当然我们现代语学就是疫苗的这种预防方法 中医怎么办 实际上周老师一直在思考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子来预防我们上呼吸道的这种病毒感染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增强正气 另外还有什么呢 地气毒气 这里边还有解毒的 还有什么呢 改善人体的精神的 其中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两味药 生黄气和甘草 大家都知道了 它是扶症的 另外对流感病毒 对很多病毒和细菌都有抑制作用 是的 那么这个刺五加 这个药物是能够调节人的精神的 它既能够补肺又能够补肾 同时还能够补心 还能够补皮 能够安神 既能够扶症又能够安神 另外这个大青叶这个药 自古到今 都是治疗什么呢 瘟疫的一个药药 它既能清气氛热 又能清血氛热 又能够对异毒和瘟疫 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这是周老师留给我们的预防 上呼吸道感染一个通脂肪 会有什么禁忌吗 这个方子不寒不热 不是特别寒 也不是特别热 也不是特别燥 要平 比较平和 所以大适合我们大部分人作为一个预防的这样的一个代茶饮 或者是食料方 太好了 有周老的这个可以帮助我们预防秋冬季上呼吸道感染的预防方 同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今天其实我们介绍了好几个小方子 和有效预防我们流感也好感冒也好的方法 没记清楚的话 都在我们养生堂的微信公众号里 我们要强调的是冬季防寒保暖 防的不只是寒 还有风的问题 有热的问题 有灶的问题 但是无论面对感冒也好 流感也好 新冠也好 我们都有战胜他们的信心 同时今天在我们的养生厨房里 也有一道有利于您健康的美味 到底是什么呢 咱们一起去看一下 养生厨房联合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为大家带来了冬季防疫情膳食药合理系列节目 那今天依然为您请来的是 沙姨梅老师 欢迎沙老师 邵老师 咱们上一期节目当中 跟大家聊一聊两股类食物 对我们身体免疫力的重要性 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哪一类的食物呢 今天咱们一起聊一聊肉蛋类食物 也是咱们均衡营养的必须的一环 肉蛋类食物是我们优质蛋白的两好来源 咱们还是用木桶来演示 咱们所需的各种营养 这水就相当于我们的免疫力 如果有哪一项 比如肉蛋类的缺乏了 它的木桶就会出现一个短板 咱们的注水就不能注得很高 这样呢水越少 咱们的免疫力越低 咱们的健康也就受到的威胁越大 因此大家一定要注意 所有的食物都要合理善食均衡营养 不要出现任何一个短板 今天带来了福克牌 这个的大小 一会儿和咱们的说的食物的量 密切相关 那不知道今天要推荐给大家什么呢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鱼 这个鱼是咱们传统的四大淡水鱼之一 这种鱼它是高蛋白低脂肪 它的蛋白质能高达每百克 20克以上的蛋白质 咱们熟悉的草鱼 每百克蛋白质才16.6 这个比草鱼要高不少 优质蛋白对于咱们提高免疫力 是十分需要 贾老师 咱们今天要用鱼做个什么美味 传统的鱼我们不是炖 就是煎炒 这个咱们做一个不一样的 叫做美味鱼卷 但是要不注意以下几点的话 我们做出的鱼肉又碎还没有弹性 首先我们这个鱼片已经片成大片了 稍微的片厚一点点 片完以后我们要把里边的馅料 刚才说了鱼卷 要有一个馅料 我们先给它炒一下 锅热了以后我们来用少许的油 先把西洋菇放进来 好 那这边煸炒的时候 我想问问沙老师 为什么我们需要补充一些优质蛋白 对我们提高免疫力非常重要呢 咱们大家都知道各种食物摄入可以合成抗体 抗体必须需要一种元素就是我们的蛋白质 我们蛋白质缺乏了会导致免疫力的降低 细菌病毒都会对我们进行一些侵扰 那明白了 补充适量的优质蛋白 可以给我们的身体搭建一个保护的屏障 好 那这边香菇已经出来这种浓浓的菌香味了 没错 那这个时候放进来胡萝卜 完了以后我们搭配点海椒 一点点盐入个底口 快速地大火给它爆炒 您这边先煸炒着 还想迫不及待问问沙老师 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蒲克牌 是什么意思呢 一天中食用鱼类还有肉类的一个体积笔 咱们呢大约一天吃瘦肉 相当于这么一副扑克牌这么一块 然后呢吃鱼也是去掉鱼骨 就是可食部纯鱼肉或是虾 也是一块扑克牌这么大小体积的 就可以了 沙老师今天用这个扑克牌呢 非常形象地描述出了 我们每天应该摄入的 这个肉蛋类食材的一个体积 首先呢这个蔬菜 我们炒完了以后呢 给它盛出来 到底怎么这鱼肉不破碎 一会儿你有这个答案了 那这个鱼肉呢 我们除了片厚一点以外呢 我们加点淡盐的葱姜水 给它浸泡一下 让它更加的紧致 有弹性 这是其一 其二呢 我这个呢加点蛋漆给拌了一下 最后呢 来点淀粉 让它穿上一层薄薄的姜衣 也能够保证我们的鱼肉 在煎制过程当中呢 因为它穿了衣服了 它就不会破碎了 为了增加我们这个馅的 一个粘接度啊 我们这里边加点肉馅 把蔬菜炒好以后呢 和我们肉馅搅拌在一起 就可以了 下面呢 就让大家看看 如何把肉馅 装进我们这个鱼片里边的 我们单取一个大片 把这个馅 抹在这个鱼肉的底部 一定要靠里给它抹啊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把这个另一圈鱼肉 给它盖上 很完美地就把肉馅给包裹住了 贾老师那边在包着这个鱼卷的时候 想再问问沙老师 推荐的是一种鱼类 那除了它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以外 还有什么营养呢 还有丰富的锡和点 此外呢 还有咱们鱼类中 特别需要补充的DHA EPA 这个呢 对于老年人保护心血管 对于我们提高免疫力 也是很好的 那今天推荐给大家这种鱼呢 营养非常的全面丰富 而且呢 对于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有一定的帮助 大家也看到了啊 这个美味鱼卷 我现在呢已经做完了 接下来呢 就是如何监制鱼卷不破碎 这里边有妙招 锅热以后呢 我们来一点点油 煎制的时候呢 我们加一样东西 家里边经常会用的 什么盐 在煎制的过程当中呢 能够快速地让鱼肉收缩起来 达到一个不容易破碎的一个效果 那贾老师这边煎制的鱼卷 我想论了沙老师 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非常关心 买回来的一些肉类呀 或者海鲜类的食材 我们怎么样能够吃得安全又放心呢 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小建议 世界卫生组织 对于呢这个食品安全呢 有五大要点 首先第一点呢 就是要保持清洁 第二呢是生熟分开 这生熟分开是很重要的 像在咱们家居 要做到生熟刀分开 然后生熟的案板分开 还有呢咱们食用的生熟的盆 以及呢食物存放的时候 在冰箱里生熟也要分在不同的格子里 此外呢食品要烧手煮套 然后呢食品一定要就保证安全的温度 使用清洁的水和原料 这都是我们的五大要点所必须的 电视剑的叔叔阿姨听清楚了没有 大家都可以按照沙老师给我们提的方式来做 这样我们就能够吃得安全又放心了 好 我们看到了这个鱼已经鼓起来了 鼓起来了 非常的漂亮 翻过来以后呢 保持再煎至一分钟就可以了 开始呢我已经调好一个汁了 这个汁呢就是搁点蚝油 搁点生抽 搁点醋 然后快速地淋在我们这表面 哇 看到没有 再收汁两三分钟就可以了 那我想现在是不是沙老师 就可以给我们揭晓一下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鱼到底是什么鱼 它就是清鱼 是又美味又营养 好 你看这嵌汁非常的油亮 有没有 可以关火出锅了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是通过摄入优质蛋白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那今天推荐给大家一种非常好的鱼 叫做清鱼 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会继续来跟您聊一聊 冬季防疫情 膳食要合理系列节目 也请您继续关注